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入伍这九年来 他平均每天要接四百通电话 加一块儿一百三十多万通电话 他始终保持着零十五 作为均用线路的口耳和联通各级的神经 话物兵要对所有的声音做到精准识别 快速反应 对位传达 一遍听清 听音 知人 每当我们在欢声笑语中共享和家团圆时 他总是坚守在三尺基台节日战备 那今天他将在这里带来一场超越极限的听力挑战 在今天我们挑战的出场之前 我们先考考大家伙的听力好不好 看看我们普通人能听成什么样行吗 来 怎么考 下面竖起耳朵 我们共同来聆听一首《关于春天的诗》 请开始 春日秀依清 春台也有情 春烟见草色 春鸟和花生 春树乱无刺 春山摇得名 春风正飘大 春望莫须清 好 听完了 您觉得几个人完成的 他不是一个人读的对吗 对 那您算算 就是他这一句七个字 七个字 七个字可能是二二三或者三二二 对 大家听出来了 你们觉得几个人 喊出来 八个 六个 八个 六个 还都挺吉利 是不是 你们觉得这么大一个屏风 大概能遮多少人 大概三百多人吧 来 趁他打开之前 我们一起揭晓答案 来 三 二 一 撤屏风 数过来没有 二 四 六 八 十 二十个人 二十个 他们都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 波音主持专业的学生 来 把掌声送给他们 他们每一个人都经过 专业的发声训练 对 声音都极其相似 也就极难辨认了 而且他们当中 有几个人的声音 真的几乎一模一样 不容易 不容易 这辨别出来 但接下来正式的挑战 还绝不仅仅是这个难度 那究竟我们今天挑战 有多难 我们先掌声 请出今天的挑战者出场 有请 这是女军人 大家过年好 我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 95801部队 模范画武林 红色一号台班长刘文军 光亲单位的名字 你就是肃然起敬 模范画武林 红色一号台 对 这个指的是画武台是吗 我们空军一号台 是1961年正式成立 在1964年的时候 被空军党委 授予红色一号台 荣誉称号 现在我们也有一个疑问 就是无线通信这么发达了 还有多少人 没事拿坐机打电话 但是对于部队来讲 关键信息仍然还是 对 还是用坐机电话讲 有线传输更可靠 是的 尤其是在战斗的时候 画武台应该说在军队 他们扮演的是极其重要的角色 可能每一秒都决定着生死存亡 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 我特别想知道 就是作为一个画武兵 平时你们需要掌握的 基本技能都有哪些 平时我们接电话 要通过脑 耳 口 手 四弓进行结合 脑弓就是背记号码 耳弓就是听音之人 手弓就是打字 肌肩速度一定要快 口弓就是语言表达 一定要清晰 其实我们四弓最关键的 就是耳弓这一块比较难 它也属于我们的核心业务 就是我们要对声音 有一种辨识度 快速反应 达到听音之人 今天我们就见识一下 好不好 那佳玲 到观战间 和我们的两位嘉宾 一同观战 好的 我在观战间给你加油 加油 谢谢 谢谢江玲 我们给大家设计了一个 相当有难度的挑战 请听挑战规则 首先 由观察室的三位嘉宾 从100副春联当中 任选20副 分发给20位挑战助理 反正我们选得这么好 还听的都是一团 此后 再从50首诗词当中 任意挑选三首 分发给20位挑战助理中的 任意三位目标人物 挺好了 好了 好 如果你挑这种里边 相同的字比较多的诗 那就更难分辨吧 挑战开始后 挑战者先听三位目标人物 同时朗读一遍手中的诗词 然后再听20位挑战助理 同时朗读各自手中的对联 一百秒 朗读完毕后 挑战者需要准确找出 三位目标人物 各自朗读的诗词和对联 才算挑战成功 挑战者 同有两次挑战机会 规则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 刘文军进入挑战位 准备 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为刘文军 戴上耳机和眼罩 接下来我们请挑战助理 首先将20幅春联 分发给我们的20位挑战助理 接下来将三首七言绝句 分发给三位目标人物 其实每个人在讲话的时候 使用了舌头 牙齿 鼻腔 这些发音器官 每个人的特点都很鲜明 因此你能够区别出 这个声音是谁 但这次的播音专业的挑战助理们 他们可以控制相关的发音器官 挑战者必须要穿过这层伪装 才能听音诗人 我想的难度太大 20个人太困难了 三个人的声音 混在20个人里边 最精密的机器 都可能都有问题 这个挑战难度非常高 接下来有请挑战助理 为我们的挑战者 摘下他的耳机和眼罩 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者 刘文君再次回到舞台中间 就在你刚才等待的过程中 我们已经完成了 整个出题的过程 那么首先 我要先请三个目标人物 一块同时朗诵 他们各自拿到了那首古诗 你准备好了吗 它是首先让你听取样本 对 首先让你熟悉那三个 你需要寻找的声音 那一次怎么能熟悉呢 太快了 准备好了 好 首先 有请三位目标人物 同时朗诵 各自手中的古诗 三 二 一 开始 什么 我就觉得对不起这挑战者 我以为应该是一个接一个 对 但是在一块 三个人一块读 这个不容易 这边读 这就念完了 我突然觉得这个挑战 考的不是听力 它考的是人的心理承受能力 三个声音同时在说 你突然在一首诗里 找到了好像那么一两个字 马上又被另外一个声音 拽过去了 太难了 我在记他们声音特点的时候 还要准确地记住 他们古诗的名字是什么 给我造成了很大的难度 就听一遍吗 只有一遍 这一遍太关键了 你这个样本 你如果拿不到的话 你想你怎么去辨别 三个声音 发音音色方面都非常相似 只能找关键字 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可以了 萨老师 可以了吗 对 好 刘文君已经把这三个声音 刻在了脑海中 接下来正式的挑战就要开始了 我们20个挑战助理 将同时不断地朗读 自己手中的春脸 持续100秒 你必须找出刚才 朗读古诗的三个声音 他们说的春脸是哪三个 他不能把这个 20个平均使用力量 可能必须直接去到 他最关心的那三个声音去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宣布 挑战 开始 我的天 像紧箍咒一样 这不行这个 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我一个都觉得 春脸当中有太多相同的字重复出现了 比如说像年 像春 都是重复出现 所以找关键字的对窝造成了一定的干 我们现场的大师兄已经被这个紧箍咒 疼得满地打滚了 啥坏了 头都痛了 在我体会当中啊 人的耳朵听觉能力当中 听清楚是最根本的 我想的基本原理应该是听者听到的声音信号高于听觉环境中的噪音 这次刘文君相当于在纯噪音当中找寻那个声音信号 声音的干扰项特别多 但又很相似 需要非常强大听觉能力 才能有可能完成这个不可能的听者 就如果说每个人的声音用波形图表示 这个现场就是一团钢丝球 太乱了 我闭上眼睛有一种我在火车站的感觉 好多人在讲话 他这样是能听出来绝对是顺风耳 我闭着眼睛都听不出来他念什么 时间到 哇 这一百秒太快了 哇 整个世界清净了 厉害吧 厉害吧 完全没有想到是这样一幅场景 二十个人的声音同时响起 而且相似度如此之高 哎呀 来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 有答案了吗 有 有了 哇 我们有请刘文君一步到答题去 首先将你听到的那三个目标人物 朗诵的三首古诗的名字 选出来写在答题板上 我来考考你们两个 刚才我们三个诗是什么诗 我已经不记得我选了什么了 其实第一关考的是他听清那些字没有 然后紧接着才是他听准那些声音没有 我有点帮他捏把汗 青棉幽草见天生 但有黄梨有树峰 春桃带云 焦来草人 一道顶横 主持人 股市选担完毕 股市已经选好了 来 他这三个对公子打出来的 而且他没有重复选 从一选到五十 然后就出答案了 请将你选择的诗名 写在我们的答题板上 刚才那二十个姑娘一块说话 特别像传统的 豹武员的那个情境 战争打起来了 二十条线上都有姑娘 在转接都在说话 像是那样的战争成绩 我们古代也是有一个专门的这种侦察兵 叫做赤后 赤后 对 他们就把耳朵贴在地上 然后有多少这个大提的声音 大概多少人 那就是说我们距离敌军到场 才有多长时间 那时候你眼睛看不见 耳朵先偏见 这就是古代的顺风耳是吧 好 接下来挑战的关键时刻到了 我们需要刘文军 根据刚才你选的这三首诗词 它的声音 来确认这三个声音 念的是哪三副对联 你这三副对联 跟三首诗必须要一一对应 日常我们总是去捕捉 我们最熟悉的信息和细节 融于内心做判断 无论是对联还是诗词 其实对他的挑战是相当大的 因为太不熟悉了 凭借超人的分辨能力 我看见刘文军已经把三副对联 也选了出来 你需要在最后确认一下吗 不用了 主持人 对联选择完毕 对完了 关键时刻 有心情吗 这种底气 很自信 来 有请挑战助理 到台上为我们验证答案 首先打开我们的屏幕 请出我们三位目标人物出场 来 你看看跟你想象中是一样 这样 我们先听四号 你抽到的这首古诗是 欲晴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挑战助理 为我们揭晓 刚才刘文军选择的三首古诗里 有没有欲晴 请永远拥战天生 等候黄喜来请 野花翻遍 赵俊恒 正确一个 这完全不可思议 不可能 刘文军准确地从五十首 《七言绝句》里挑选出了 雨晴 他听到了这首诗 但重要的是 他听到了这首诗的声音 是否和他的春联对得上号 给我吧 先别给大家看 这是刘文军选择的春联 咱俩一块念好吧 看能不能对得上 好 来 一 二 三 门迎小日 裁员广 孤纳春风 集气波 放放的 正确一个 不要着急 我们的挑战规则要求是 三个必须完全正确 才算挑战成功 接下来我们有请 五号目标人物 我的古诗是春日杂友 请挑战助理 在诗词的答案当中 帮我们确认是否有春日杂友 这好像是我选的 正确 对了 接下来 请向我们展示 刘文军选择的对应的春联是 锐雪铺满风收路 春风吹开幸福门 完全正确 哇 老轩啊 这哪儿推开幸福门 推开了挑战之门啊 还剩我们最后一位目标人物了 但是我想告诉刘文军的是 我们是有两次挑战机会的 好 如果第一次一旦没能成功 我们还有第二次 你觉得你会用上第二次挑战机会吗 不会 好赞定 来吧 我的古诗是 除舟西剑 好 来吧 有请挑战助理 为我们确认诗词的正确性 哎呀我有点帮他捏把汗 除舟西剑 对了 所以完全不可思议 你距离挑战成功 只剩最后一步 请挑战助理 为我们打开 还是给我吧 来 为后半步 二十个人一块念春联 电场就是一团钢丝球 太乱了 你这三副对联跟三首诗 必须要一一对应 都瞎坏了 头都冲了 三个必须完全正确 咱们还是一块念 来 对联是 国际明强 人康泰 对了 孙小颖炫年转王 表战成功 太棒了 太棒了 太厉害了 谢谢 谢谢 也谢谢我们三位目标人物 对于他来讲 这是九年一百三十多万个电话的积累 一百三十多万次的努力的训练得到的成果 了不起 谢谢萨老师 九年一百三十多万通电话 无一失误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觉得一方面还是刻苦训练吧 因为我刚开始背记业务的时候 几千个号码根本就记不住 但当时每天自己额外增加时间 比如说背号码到晚上凌晨一两点 再有一个我觉得就是 我们老姨被华物园榜样的作用 其实我刚到模范化物园的时候 当时我的班长就给我 讲起了08年汶川地震期间 就是在地震发生的 仅情传达之前 当时成都方向的化物量 是急剧增加的 所以我的班长他就意识到了 前方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 然后就立即报告给了首长机关 后来在分秒争夺的抗震救灾中 争取了八秒钟的准备时间 保证了整个通信的畅通 哇 八秒钟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 八秒钟能干什么 低头看一眼手机 八秒就过去了 但是在关键时刻 在灾难发生的时候 八秒钟争取到的这个机会 也许挽救的就是无数人的生命 这八秒钟有多少人 要向你们说一声谢谢 谢谢 其实我们所有的训练 都是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我们能做到的就是 只要有我们在 我们一定会比任何机器 比任何电脑程序 更可靠 更保密 更顽强 更准确 祝贵你挑战成功 谢谢 接下来请步入荣誉电堂 三尺机台九年值守 刘文君用一百三十万处 通话零失误 保证飞舞通信 耳朵目鸣 再次祝福文君 新春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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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